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討論一些非常實用的資訊 首先討論消費券的爭客戰 這次的消費券看來大家都很忍受 暫時沒有上一次一來到就整個星期 好像用完消費券一樣 看來大家慢慢撕 於是各大商戶繼續出招 計這個日前衛康就說買一千元現金券送五十元過你 八街都出招了 買一千元八街現金券送多少錢 這一節和各位討論而且是有期限的 另邊商亦和各位討論社區消息 香港有個男生患上罕見疾病需要做手術 他本身是個足球迷來的很喜歡私朗 後來因為網民熱心幫忙成功聯繫私朗發生奇蹟 給我鼓勵他 究竟整個故事是怎樣的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亦都提一提有個朋友香港的男生 看了一套戲 入了戲院出來後虧了四十萬 為何看完這套戲虧了四十萬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討論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首先現在還在讀的施政報告有個消息確立 就是東鐵線打算加白石角站 這個消息一出網民就罵爆猛烈批評 為何這一節我們一起看看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施政報告建議東鐵線增設白石角站 網民擔心會逼爆 現在的東鐵已經是九卡車 竟然還要加斬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林鄭就在今天10月6日公布新一份施政報告 提到將會在大埔白石角附近 興建一個新的東鐵線車站 以舒緩該區的交通問題 新車站引來市民的熱烈討論 狠批東鐵線載客量已經飽和 加站就會令到那個情況變得更加惡劣 網民指 搞了大埔的巴士 現在連火車都搞了 另外亦有網民批評 12卡的東鐵變原九卡都還要加站 同時質疑香港基建的速度非常緩慢 就問20年起不起到呢 白石角站成為2021年施政報告市民關注的重點之一 白石角近年有多個樓盤分別入伙 加上原有的科學員將有兩棟新大樓即將啟用 令到區內的交通擠塞問題嚴重 因此施政報告建議將在白石角增設東鐵線車站 以解決交通問題和推動科學員發展 東鐵線加車站引來市民激烈的討論 但大多意見都是對此表示不認同 不少市民都提到現時東鐵載客量已經飽和 上班下班時車廂極之擠塞 加站一定會令到東鐵線更加迫爆 另外繼大埔巴士線需要繞經白石角後 連東鐵線都受到影響令到大埔區居民感覺被打結 另外亦有網民擔心近年香港基建的興建時間非常長 而且很多都是非常遲才落成 認為即使只增加白石角一個車站都需要相當的時間 很多網民就說現在才建議再計劃再建立 加上政府的速度至少都十年 連二十年都不知道能否建立 看來林鄭一宣布確立白石角打算研究加東鐵線車站後 就引來網民的熱烈討論當中住在大埔的網民非常不滿 就批評較早前你竟然搞到大埔的巴士線亂了 現在連東鐵線都打算加車站 不是不讓你加 但因為東鐵較早前以前行十二卡車 後來變成行九卡車 結果整條東鐵竟然逼得去沙丁魚 現在還說要研究加車站 另一邊的網民也認為被政府建立這車站起碼十年 究竟這些基建最後造價又是多少錢 亦是礦仔最關心的問題 這裏就要繼續跟進才行 另外我們一起跟進另一則好人好事 根據東方日報的報道 斯朗非敏比心打氣 患肌肉萎縮症的10歲萬聯小球迷的脊椎手術成功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半歲大時確診脊椎水性肌肉萎縮症底一型的10歲男子 吉吉因為脊椎側彎嚴重 壓住肺部令肺功能變差 所以在上月27日要急急進行風險甚高的脊椎手術 他的媽媽為了鼓勵本身是足球迷的兒子 所以就在社交平台IG上發出貼文 希望能聯絡到吉吉的偶像 有慈善球王之稱的斯朗 他打氣而奇蹟是真的發生了 斯朗在3天後就在各側鐵紋下方留下了深深和非敏表情符號 並獲得大批網民給like 吉吉在手術後已感到呼吸唱上 並且在日前10月4日離開深鐵治療部轉往外科病房 更可以甩喉無需24小時使用呼吸機 更形容兒子真的很厲害很堅強 連深鐵治療部的醫生都說想不到他可以這麼聰明 不過始終傷口很大和很深 他現在還需要觀察傷口和康復的情況 斯朗的越洋鼓勵對吉吉來說當然非常感動 但網民的熱心幫助也是應記一功 相信大家都會繼續支持吉吉 希望你能順利好回熬過這一關 各位都可以留個言給吉吉 支持他好人一世平安 說完好人好事後亦都和各位說說消費券搶客戰 根據明報最新的報道 消費券超市優惠白街加入戰團 日前衛康就說買一千元送五十元 白街就帶你白街禮券買一千元送一百元優惠券 報道的內文指買滿一千元白街禮券會送兩張五十元優惠券總值一百元 買滿二千元的白街禮券送四張五十元優惠券總值二百元 優惠券是有到期日的就是十月三十一號 各位如果想買禮券來保值的話不妨可以考慮一下白街 因為教了之前衛康就買一千元送五十元 當然就釋除專便白街和衛康都推出這一類買禮券 送優惠券的做法 希望在消費戰的搶客戰上能夠搶回客戶 另外亦都和各位跟進另一宗奇怪的新聞 根據網媒的報道Bitcoin大跌看完上戲後出來輸了四十萬 網民問那個人套戲好不好看 那個人一字嘲就說戲票比較貴 這個故事原來發生在一個月前 加密貨幣投資風險高幾乎是市場共識 比特幣在之前有一晚突然急射 有不少投資者軍選手 有網民在討論區發文指自己看了場戲後不見了四十萬港幣 原來加密貨幣市場在今年的九月七日晚曾經全線暴跌 當中比特幣由早上的10點高位五萬二千九百一十二美元 一度跌至四萬二千九百二十一美元水平 有網民就指看一場戲就不見了四十萬圍題 在連登討論區發文 指自己當晚在九點八入場看電影 看一套兩小時十二分鐘的上戲與十環邦傳奇 期間雖然加密貨幣報價平台不停發布比特幣價格大幅下降的消息 但因為他正在看電影所以沒有看到跌價的提示信息 大攤短短一日之內就損失了四十二萬港幣 看一場戲就不見了四十萬 這個人就坦然不敢回家 不知如何面對家人 就說平時如果有持貨的話 即使睡了覺也會兩小時醒一醒來看市場 但就因為這次看電影鬆懈而蒙受損失 睡了覺也要會隔兩小時看一次市場 真是辛苦錢 但比特幣大升大跌 很多網友都知道是非常高風險投資 礦仔就不懂 但以印度神和阿南德所說投資就要更加小心 但怎樣說得好看電影沒了四十萬 聽起來真是非常之慘 根據香港電台國際新聞的最新報道 新加坡在昨天新增了3486人確診 再創單日新高 新加坡昨天再有九名患者死亡 全部都是長者 其中三人是沒有注射疫苗的 看來新加坡那邊的疫情也不是開玩笑 較早前才跟香港搞甚麼旅遊氣泡 一爆再爆最後就搞不成 但新加坡社區感染越來越嚴重 反觀香港暫時能守住零確診 也要拜託各位的幫忙 可能要少點外出、戴口罩、勤洗手等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保持優勢 希望令到香港經濟也慢慢一步一步好 但最實際當然就是消費券加碼 才能夠令到我們疫情打到殘殺的零售業 餐飲業才有機會起死回生 多謝各位網友 我們會繼續努力拍攝不同的影片 和各位網友緊貼不同的話題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再聊天